哈喽大家好 我是草币大师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最新的大陆客户购买比特币的视频 第一次接触虚拟货币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在币圈有非常多的骗子 骗局呢也是非常的多 新手朋友一定要注意 本期视频非常非常的重要 会教给你如何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如何安全的买币卖币一个完整的流程 所以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是新手 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今天呢 我们会按照这五个步骤 从头到尾的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首先呢我们先去注册一个OEOKX交易所的账号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OEOKX 在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 分别是OEOKX币安火币 在国内我们一般叫OE 在国际上一般称呼它为OKX 选择OE的原因呢 是它这边大陆用户可以注册接受大陆用户 但是呢币安火币现在已经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了 选择OE的原因 第二个就是它的手续费非常的低 相对于其他的交易所 它的邀请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这边有我的邀请码 如果你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 还有10美金的返用卡 最重要的 这个是最划算的 你的手续费 可以终身减免20% 非常非常的划算 可以终身减免20% 我们先打开一下这个邀请链接 打开之后呢 这边还会随机的送给大家一个50美金的盲盒 这边填上我们的邮箱邀请码的话是默认填写的 填写完成之后这边会接下来我们可以绑定一下手机号 手机的话是支持中国大陆地区注册的 我们先填写邮箱 然后呢再填写手机号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我们进行第二步 交易所的手机端安装 安卓还有苹果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在手机上面去安装这些东西呢 因为我们在电脑上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有非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我们新手朋友特别的不友好 根本看不懂对吧对不对 但是呢在手机上面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呢我们可以去安装一下他的手机客户端 先来说一下安卓如何下载安装 我们一会再说苹果先说安卓 安卓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邀请链接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二维码 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QQ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 直接扫描这个二维码 如果扫描的时候其实有风险被拦截 那可能是被人恶意举报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手机 然后选择一下支付宝 支付宝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也是可以下载的 或者是呢还有一个其他的方法 就是我们这边可以随便的选择一个浏览器 我这边用的是360 360浏览器 这边也是也是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也是可以直接扫码去下载的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点击这边的又向下条箭头 这边有一个更多客户端 我们点击一下 安卓这边点击下载他的APP 然后这边会下载一个他的APP 我们在电脑上面登陆一下QQ 然后直接把这个下载的APP 拖出来到这个手机里面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安卓安卓就是这么简单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苹果 苹果的话会有一点麻烦 因为苹果手机的话是属于ios系统 必须要用到海外的ID才能下载它的APP 海外的ID也就是海外的苹果商店的账号ID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大陆地区的ID不能下载它的APP 然后是哪一个呢 很多人不懂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点击一下我们的苹果应用商店 然后选择 然后选择右上角这边 这个邮箱账号不能是大陆的ID 必须是海外的ID 那这个ID可以去哪里找呢 我们可以在 谷歌 大家记得一定要去谷歌 在谷歌里面搜索一下海外ID购买 不要去百度 百度是搜索不到的 去一下谷歌 可能就几块钱一个吧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十几块钱一个 这个是六块钱很便宜 这个是九块钱一个 反正就是几块钱一个 这个是十块钱一个 购买完成之后呢 我们先退出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点击这边拉到最下面 有一个退出登录 退出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然后登录上我们海外的ID 我这个就是海外的ID 进来之后我们搜索一下OKX 搜索OKX之后 这边会有一个下载 我们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第一个是广告 大家不要下载 第一个是广告 然后OKX的图标是黑底 五个白色的方格 然后中间是像伞子一样的东西 这个是OKX 第一个是广告 然后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我这边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已经提前下载过了 然后安卓 我这边也是下载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因为我们的钱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我们的安全问题一定要设置好 首先呢登录上我们的APP 然后呢 我们来到这里之后点击这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个人资料 我们选择身份认证 在这边我们认证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安全设置 选择安全中心 这边这些邮箱手机号身份认证 建议大家能绑的东西全部绑定上就可以了 偏好设置这边语言 我选择的是简体中文 然后机家货币 默认的话应该是美元 我直接改成人民币了 这个看这个按照大家的习惯就可以了 然后消息通知就不用管了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最重要的操作 就是因为我们赚钱了 有时候我们要提现 我们买币的时候要充值 那我们在哪里绑定银行卡呢 点击这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CRC交易 点击跳过 选择我的 然后选择收款账号管理 点击立即添加就行了 这边添加的话给大家说一下 这边会有银行卡 微信和正宝 好我们强烈建议大家选择银行卡就可以了 想微信支付宝不要选择 为什么呢 因为微信支付宝我们只有一个 如果冻结了就冻结了 但是银行卡的话 我们可以办多个银行卡 不容易被冻结 好 基本的这个设置 我们绑定完了之后 我们进行下一个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USDT 怎么买USDT呢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USDT USDT它的中文叫做泰达币 它是和美元挂钩是相等的 一美元就是一个USDT 一个USDT就是一美元 在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通用的货币呢 是泰达币USDT 假设我想去购买一些虚拟货币 像比特币 格狗币 以太坊之类的 我只能通过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不论你是美元 英镑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去购买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也就是USDT 说白了 只要你想买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我这边 我手上有人民币 有美元 有欧元 有英镑 我想直接买这种比特币 以太坊 勾勾币 这种是不可以的 你必须拿着你的美元 人民币 欧元 先去购买这个USDT 你手上有了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这样说 大家能听得明白吗 好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如何去购买USDT 好 回到首页 我们选择这边的买币 这边 有两个 有一个CRC 选择CRC 不要选择这个快捷 为什么 快捷是系统自动的匹配的 非常多的骗子 但是CRC 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商家 如果这里没有买币 你可以选择左上角 然后这边CRC 也是一样的 点击跳过 好 这边就有非常多的商家了 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一下 这边选择购买 然后选择USDT 金额 我们想买多少钱的 我买 两万 选择确定 然后支付方式 我选择银行卡 点击确定 好 我们耐心的等一会儿 我这边网数 不是很好 好了 我们这边呢 接着我们就可以筛选一下商家了 看哪里呢 大家就去看他们的成交量和成交率 成交量越高 成交率越高 这种是最可靠 你像这边有一个300多的 这边还有一个9000多的 我们就选择 这个9000多的 选择9000多的之后 我们点击一下他的这个名字 然后 再看哪里呢 看他的开店时间 他的这个开店时间 越长越久越好 最好是一两年两三年之上的店铺 越久越好 看他的 总成交率 总成交单数 1万单99%的成交率很高了 然后他的时间这边已经是快两年的店铺了 像这种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我们选择这边的委托单 选择usct 好 这边七块二毛二 然后我们选择这边的购买就可以了 然后选择好的 然后输入我们的金额 假设我们想买多少钱的 然后输入我们的金额就行了 我在这边呢 给大家来以监图的形式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选择crc 在这边选择金额 然后支付方式 这边一万 好 多少钱 然后看一下这边的开店时间 成交单数 然后成交率 像这个也是两年的店铺了 两万多单 是没问题的 然后选择委托单 选择这边的购买 好 点击零手续费买入 然后这边会生成一个订单 卖家可能会发来一个消息 我们点击付款详情 好 我们先等 有的时候呢 卖家给我们发来一条消息 这个消息呢 可能是卖家需要我们提供一下 进贴的流水明细截图 他需要看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是否是正常的 防止我们是一些洗钱赌博的 或者是反例的之类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去一下 我们的银行卡 看一下我们的账户的明细 把我们最近的交易的明细 像我这边 买烟买酒 买水果逛超市点外卖 我这种剪图 我给他看一眼 他感觉没有问题了 他这边 就会把他的这些收款信息 像他的姓名 收款卡号 哪个银行 他就会发给我们 我们再给 假设我们买一万块钱的 我们给这张银行卡 打过去一万块钱就行了 转完钱之后 再点击 我已支付 千万不要还没转钱的 就给人家点击 我已支付了 一定要转完钱之后 再给人家点击 我已支付 这个的话请大家放心 这个是平台担保的 他们在平台都有是担保金的 和淘宝交易是一样的 大约也就是等个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币就会到账 基本上他们放币的话 都是几分钟的时间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一百个USDT 好 我们点击这边的资产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一百个USDT 然后呢 我们点击资金 这边有一百个 但是呢 交易账户是没有钱的 这个资金账户和交易账户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现在我们的钱是在资金账户 资金账户只是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有USDT 但是呢 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顾名思义 是交易来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可以用来交易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那如何放呢 好 点击资金账户 点击资金滑转 这个滑转的话是不要手续费的 请大家放心 资金账户到交易账户选择USDT 选择最大点击确定 这个是不要钱的是免费的 请大家放心 滑转完之后 这边是立即到赚的 我们点击一下交易账户好 现在钱在我们的交易账户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买币了 我们点击这边的交易 这边会来到这个交易的页面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很多新的朋友不懂 现在给他说一下 这边是我们要买的币的种类 我们这边可以选择比特币 狗狗币以太坊之类的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2237 2237是当前这个ET是以太坊的价格 上面是买入 下面是卖出 然后这边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然后呢 还有一个 我们买币的时候要把限价委托改成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成交速度快价格便宜 假设我们这边想买比特币 我们点击这边的ETH 我们输入BTC 就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了没有 又变成比特币的价格了 在这边呢 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了 这个网站叫做飞小号 大家可以在谷歌上面搜索一下 飞小号 然后飞小号.com 是他的官网 然后这边假设我们想买任何的货币 想买比特币 我们输入BTC 想买以太坊 输入ETH 想买索拉纳 我们输入SOL 我们想买狗狗币 输入DOGE就可以了 不能直接输入汉字 但是我想买狗狗币 DOGE 好选择这边的币币 大家看到没有变成狗狗币了 0.092 那我还是回原来吧 我想去买我的以太坊 选择BB选择以太坊 好和高天一样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呢点击拉满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拉满之后拉到100% 可用100个USDT可买0.04个以太坊 我们点击买入一天一次就行了 点击这边的买入 在这边的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假设现在以太坊的价格 我们先买入 是2238 准备买入 过两天以太坊涨了 卖出一天一次 涨了100美金 2338 我们如何卖呢 点击这边的卖出 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呢再拉买 然后再点击卖出 就行了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低买高卖 我们是不是赚钱了 我们是不是盈利了 100个USDT 好那现在有小伙伴可能就想问了 我想把这100个USDT 我想换上人民币 那如何操作呢 好 我们回到这边的资产 刚才我们操作的时候 我们买币的时候 是从资金账户 放到了交易账户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想卖币了 那需要来一个反向的操作 需要从交易账户 重新放到资金账户 也是非常简单的 交易账户 点击资金滑转 从资金账户 我们刚才是从资金到交易 现在卖币 就要从交易到资金 好交易到资金 看见没有交易到资金 好点击最大 点击确定 好华盏成功了 交易账户没有钱了 钱是在资金账户 好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卖币了 点击首页 点击这边 和刚才一样选择CRC 这边要选择出售了 然后你想卖多少钱呢 你说我想卖2万 然后支付方式 选择银行卡 选择确定 好重点来了 还是和刚才一样 筛选商家 这边有个6000多的 我看一下他 他也可以 两年的店铺 然后6000多的完成率99 就他了 然后我说的 我们点击这边的出售 选择最大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卖掉100个USDT 可以得到717人民币 点击零手续费 卖出就可以了 大约几分钟的时间 卖家就会把我们的钱 打到我的银行卡里面 是717人民币 这样的话 是不是低买高卖 盈利了之后 换成100个 把这100个USDT 换成人民币的一个全过程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提问 区块链截说视频 比特币具有实际价值吗 IT牛魔王以为 比特币没有价值 比特币就是一个资金盘 就是资金在外面炒来炒去 没有任何实践价值 你买了一个比特币 你无能什么 买了就是准备 未来卖给下一个接盘侠的 至于说的什么去中心 不可篡改等特性 它是区块链 这个技术的特性 有了这个技术 你可以做出 莱特币 SXB 搞几万种都没效果 所以比特币也不稀缺 甚至还能搞细分币 真正有点价值的 就是SD的共识 就是IP价值 这种东西丧失的极快 小时分 很多人还炒邮票呢 往常还值钱吗 比特币外面真正的技术 就是从古事里面学过去的 怎样做装可韭菜的技术 每团体都吸迹 自己不是最后一个接盘侠 都想喝泰 最惨的是那种信仰比特币 死的最惨 回答这个效果 首先要回答什么是价值 还有这个效果里面 所谓的实质 又是什么意义 价值是描画人 与外界客体的需求 与供应的联系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 价值有助客体双方联系学义 主体需求多 客体供应少 价值就大 价值不是客体自身的手机 例如黄金 自身有很多物理化学手机 但是只需人不要它 它就没有任何价值 只需人需求它 看不见摸不着的也有价值 比如诗歌 散文 游戏规则都是有价值的 游戏规则可以央求专利 比特币所代表的 就是一种游戏规则 人们对比特币的需求 源于这个规则的供应性 还有 只需这个世界上 有两个以上的人需求比特币 它都会有价值 不过人少的话 价值就很低 黄金在地球上 刚刚第一次被人发掘时 它的价值也是为零的 没有哪一个东西 是全世界人都喜欢的 有些原始部落的人 没有见过黄金 他们以为黄金无价之宝 所以研讨比特币有没有价值 就去思索地球上 有没有一批人需求它 而不是思索我是不是需求它 就像黄金 你不需求的它十分 不影响它的下跌 由于有其他人需求 研讨比特币会不会继续下跌 就去思索认可比特币的人 是不是在增加 而不是去考虑我会不会怀疑 就是这么一个种 啥的道理 所以价值就是价值 没有什么实质的代理 在目前是十分值钱的 目前 一枚比特币的价格为65000元 而这个价格是可以在各个买卖所 大约场外都能变现 在回答这个效果前 应想先思索 一 什么是法币 法币的实践价值在哪里 二 黄金的实践价值在哪里 三 眼下黄金 法币能否具有什么币关 比特币能够处置这些币关 能否更适宜未来 假定关于比特币基础知识缺少的 可以百度搜寻区块链100元 货币收拾 挺不错 当然有多 比如说可以置办房子 车藏 比特币往常曾经有了收藏价值 往常有货币的功用 比如日常消耗 买车买房等将来升值空间 更大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首先应当了解 比特币是怎样发生的 比特币 Bitcoin 是一种由开源的P2P软体发生的电子货币 是一种网络虚拟货币 比特币属于任何一个组织和团体 不依托特定货币机构发行 它经过特定算法的少量计算发生 可以确保无法经过少量制造比特币来认为操控币值 基于密码学的想象 可以使比特币只能被真实的具有者转移或支付 这确保了货币一切权与凝制买卖的匿名性 从2013年起 德国和美国先后招任了比特币的法律威治 我国的一些商家也先后试试运用比特币来解散 局部淘宝的店铺也末尾接受了比特币的运用 商家会逐渐增加 比特币的展开历史 2008年迸发全球金融危机 冬年11月1日 一个自身中本聪色到是Nakomoto的人 在P2P Foundation网站上 通过了比特币白皮书比特币 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 陈说了他对电子货币的新想象 比特币就很明显 2009年1月3日 比特币创始区块图示 和法定货币相比 比特币没有一个集合的发行方 而是由网络节点的计算生成 谁都有能够参与制造比特币 而且可以全世界凝制 可以再次以一台接入互联网的电脑上买卖 无论身处何方 任何人都可以挖掘 置办 出售或收取比特币 并且在买卖进程中 他人无法识别用户身份应许 2009年1月5日 不受央行和任何金融机构 掌握的比特币出示 比特币是一种数字货币 由计算机生成的一串串 种杂代码组成 新比特币经过预设的次第制造 每当比特币进入主流媒体的视野时 主流媒体总会请一些支流经济学家 剖析一下比特币 早先 这些剖析总是集合在比特币是不是骗局 而现往常的剖析总是集合在比特币 能否成为将来的支流货币 而这其中缴赖的焦点 又经常集合在比特币的通缩特性上 不少比特币玩家是被比特币的不能随意增发所接受的 和比特币玩家的态度截然相同 经济学家们对比特币2100万活动总量的态度量一分化 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以为政府应当自动调控货币总量 用货币政策的松紧来为经济事实的加油打跃刹车 因此他们以为比特币活动总量货币舍身了很高共性 而且更跌脚的是将不可防止的招致通货请坐 进而损伤局部经济 奥天使学派经济学家们的观念却截然相同 他们以为政府对货币的干预越少越好 货币总量的活动招致的通缩并没什么大不了的 甚至是社会提高的标志 比特币网络经过挖矿来生成新的比特币 所谓挖矿 实质上是用计算机处置一项繁杂的数学问题 来保证比特币网络散布是记账系统的一致性 比特币网络会自动调整数学问题的难度 让整个网络约每10分钟取得一个合格答案 随后比特币网络会重生成肯定量的比特币作为区块奖励 奖励取得答案的人 2009年比特币出事的时分 区块奖励是50个比特币 降生10分钟后 第一批50个比特币生成了 而此时的货币总量就是50 随后比特币就以约每10分钟50个的速度增加 当总量抵达1050万时 2100万的50% 区块奖励减半为25个 当总量抵达1575万 新产出525万 即1050的50% 10区块奖励在减半为12.5个 该货币零碎层在4年内只需不逾越1050万 之后的总数量将被永世限制在约2100万 比特币是一种虚拟货币 数量有限 但是可以用来套现 可以兑换成大少数国度的货币 你可以使用比特币置版一些虚拟的物品 比如网络游戏当中的衣服 帽子 装备 只需有人接手 你也可以使用比特币购置梦想生活当中的物品 2014年2月25日 比特币中国的比特币收盘价格为3562.41 截至下午4.43价格已下跌至3185元 跌幅于10% 依据该平台的历史行情数据显现 在2014年1月27日 一比特币还能兑换5032元群众币 这意味着该平台上不到一个月 比特币价格已下跌了36.7% 同年9月9日 美国电商巨头已被公布 该公司旗下 支付处置此公司 4.43将末尾接受比特币支付 该公司已与比特币买卖平台 Fanbase达成协作 末尾接受这种相对较新的支付手段 不然 被市场买卖平台和PayPal业务 还不接受比特币支付 但旅游房屋租赁社区 RBNB和租车效力 和等4.43客户将和末尾接受这种虚拟货币 4.43的主要业务 是面向企业提供支付处置软件 该公司在2013年 被备以大约8亿美元的价格收买 2017年1月22日晚间 火币有好 比特币中国与阿坤币房相机 在各自官网公布公告称 未进一步一纸投机 防止价格猛烈坚定 各平台将于1月24日中午12日 零零起末尾收取交易效力费 效力费按成交金额的0.2%流动费率收取 且自动成交和自动成交费率一纸 5月5日 阿坤币行网的最新数据显现 比特币的价格刚刚再度刷新历史 截止发稿前最高触及9222元群赚币高位 1月24日中午12点起 中国三大比特币平台正是末尾收取交易费 9月4日 央行等七部委发公告称中国一直均拟货币交易 从年12月17日 比特币到达历史最廉价19850美元 2018年11月25日 比特币跌破4000美元大关 后坚定在3000多美元 11月19日 加密货币恢复跌势 比特币自2017年10月以来初次下滩5000美元大关 原油市之前BCE出现硬分叉 其监管部门对初次代币发行 SU增强了检查 11月21日黄昏4点半 Quinbase平台比特币报价跌破4100美元 创下了13个月以来的新地 2019年4月 比特币再次突破5000美元大关 创年类新高 5月12日 比特币近8个月来初次突破7000美元 5月14日 据QAMRPT CEP报价显现 比特币占上8000美元 24小时内下跌14.68% 6月22日 比特币价格突破1万美元大关 比特币价格在10200左右震动 24小时涨幅近7% 6月26日 比特币价格一举突破12000美元 创下自2018年1月来近17个月高点 6月27日早间 比特币价格一度接近14000美元 在创年类新高 2020年2月10日 比特币突破了1万美元 据交易数据 比特币的价格涨幅突破3% 3月12日 具加密货币交易平台B4M数据显现 19点44分 比特币最连价格已跌至5731美元 5月8日 比特币突破1万美元关口 创下2月份以来的新高 截至12月27日19时20分 比特币报价28273.06美元 2021年1月8日 比特币涨至4万美元关口上方 最高至40402美元 2021年2月22日 比特币价格线上突破58000美元每年 2021年2月16日 比特币价格突破5万美元 3月13日 比特币24小时下跌约6% 占上6万美元每枚 市值约为1.1万亿美元 2021年5月19日 比特币跌幅破展至18% 跌破35000美元每枚整处关口 日内继续跌破9000到1000元关口 凝质性与接受度 比特币依然有何法不合理的用途 由多种路途使用比特币 经过电子货币交易所 比特币提款机 效劳商和团体等渠道 就能兑换为外地的现金或金币 或以现金或金币购置比特币 也可以直接使用它购买物品和效劳 或使用比特币金融卡 特地计维基解密发布接受比特币宣注后 认可使用比特币的集团 组织和企业迅猛增加 随着比特币金融卡的激活 即使商家不接受比特币 依然可以依照比特币与法币的立刻汇率 而以比特币付款 犹如刷群众币账户的金融卡支付外币 欧元等消耗 依然可以依照该外币与群众币的立刻汇率 而从群众币的放款账户扣款来完成付款 这样商家只需支持 绿角或MASTERTAR等新语卡 或是ADOPEI等移动支付公用者 结明时 使用范围就能从直接接受比特币的一万商家 大幅扩展到包括网络购物 卖场购物 餐厅和咖啡厅用餐 达成交通工具 加油站加油等数千万个商家 绿色2900万 MASTERTAR3200万个 假定允许 并可使用世界各地 于3000多万台一般法币低任 以比特币提领外地现金使用 交易比特币点对点网络 将一切的交易历史都存储在区块链中 比特币交易就是在区块链账本上记上 一般它由比特币客户端辅佐完成 付款方需要以自己的私钥对交易中指数字鲜明 证明一切钱并认可该次交易 比特币会被记载在收款方的地址上 交易无需收款方参与 收款方可以不在线 甚至不具有交易的资金支付根源 也就是破费 称为输入 资金去向 也就是支出 称为输入 如有输入 输入必须大于等于输入 输入大于输出的局部 极为交易手续费 矿工产出交易没有输入 只要输出 交易记载会显示 重生成的比特币 除矿工产出交易外 一个输入肯定是另一笔交易的一个收出 也就是一笔支出肯定是其他人的支付 一个输入没有成为另一笔交易的收出时 它是为破费的 也就是账户余额 收入此交易的区块被广播后 此交易就有了一个确认 矿工们平均每十分钟发生一个区块 每一个新区块的降生会使此交易确实认输加益 当确认输到达60 一般这笔交易被认为比你平安 难以逆转 比特币交易也唯不可逆 每一笔交易都无法撤销 商家不用遭到诈骗式的巨负而遭受丧失 独一可以取得退款的方法 就是请对方再做一笔反向交易 但需要对方的协作 区块链区块链 Working是比特币的一个主要概念 该概念在中本聪的白皮书中提出 区块链是一串使用密码学方法相联系发生的资料块称为区块 不 新增的资料块总能链接到上一个区块 即整条区块链的维护 比特币点对点网络将一切的交易历史都存储在区块链Working中 所以区块链可以刊作记载着比特币交易的账本 区块链是一群聚集的客户端节点 并由一切参与者组成的散布式数据部 是对一切比特币交易历史的记载 中本聪忽略 当资料量增大之后 勇服端吸迹这些材料并不局部存储自己的节点中 为了完成这一手段 他采用引入散列函数机制 这样客户端将能够主动剔除掉那些自己勇士用不到的部分 比方说极为早期的一些比特币交易计算 中本聪发明了比特币零碎的第一个区块 即创始区块 并附有一句 而这句是当天泰晤士报的头版文章标准 确认一项交易的进程 是由处置一系列计算难题的义物量证明机制来完成 义物量证明机制 要求电脑的计算材材为某个有限值的状况下 需要运算肯定的时间材材处理 这就使得攻击者无法重写 矫正交易历史 除非它能够具有相对比特币点对点网络系统更弱小的计算材材 从而能以更快的速度产生区块链称为51%公计 任物量证明机制的难度由系统主动调理 所以新区块的生成平均虚实十分重 整个比特币点对点网络的节点都会自动检测交易和区块的有效性 并疏忽任何遵守规则的交易和区块 比如那些产生过失数量的区块 或屡次发送同一份额比特币的交易行为 参与处理区块的客户端可以取得肯定量新发行的比特币 以及相关的交易手续费 为了获得这些新产生的比特币 参与处理区块的用户端需要付出少量的时间和计算力 为此社会有专业挖矿机替代电脑等其他低配的网络装备 这个进程十分相似于开采矿业资源 因此中本宗将资料处理者命名为炮工 将资料处理活动称之为挖口 这些新产生进去的比特币可以报偿系统中的资料处理者 他们的计算任务为比特币点对点网络的一般运作提供保证 有鉴于此 其他相似协作币和更都是用了相同的理念去处理端金交易资料 只是在任务量证明机制上终止调整 如采用权益证明Profile State和Street算法等以上方式 参考百度百科比特币 比特币在中国价格最低和最高是几比特币 在中国价格最连价格是437.92群众币 最低价格是21750元 比特币的历史最低价格出往常2013年7月6日 最低价跌到了437.92元人民币 比特币供应量萎缩 供需联系是影响比特币价格的主要要素之一 13年比特币最廉价是几月份7月份 1.比特币的历史最低价格称往常2013年7月6日 最低价跌到了437.92元人民币 2.比特币的发行功夫是2008年10月31日 其初时价格为25美元 拓展资料 1.OKEX OKEX OE休闲意识 OE OKEX是一款可以辅佐用户获得全方面交易的效劳软件 该软件由全球顶级的平安团队开拓 全球链拳币拳应许 每日的抢手看点实时推送 让用户可以快速了解行业精彩 冷静知道更多币钱的相关知识 2.火币网 火币网它是一个数字资产行情资讯平台 火币网的勤劳于为投资者提供专业 平安 诚信的数字货币交易效劳 火币网它上线至今吃掉了宽广投资者的一心免支出 是专为从事与投资行业的冤家们所提供的一个交易平台 在这里除了可以停止自在交易以外 用户们还能理解到市场的各种变换应许 你所需要的消息也会在第一功夫公布进行 让你随时可以做出调整 3.币安 币安网是一个区块链资产交易平台 服务包括现黑欧交易 杠杆交易 用户掩盖全球180多个国际和地域 为用户提供了丰厚的货币种类和片面的数字货币行情资讯方式 让自己能够随时掌握币交易消息 更好地停止投资赔本 4.NXC摩查交易所 NXC摩查交易所是一款非常火爆的交易所平台 用户在NXC摩查交易所中 可以检查最新的货币消息 数字货币的涨跌状况 这里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平台支撑全球的数字货币交易 里面还有超多的活动等你来参与 用户在这款软件中也可以停止投资 平安牢卡 摩查交易所 修行抑制NXC摩查交易所 全球抢先的数字货币交易平台 为用户提供平安 便利 智能的区块链资产交易 主要包括比特币BTC来特币LTC以待方 KUZUSN以及比特币行情比特币价格 5.中币交易所 中币CB交易平台 是一款赔本赚币的交易客户端使用 中币交易所 有专专业的开线手段让你不错是任何主要行情 助力赔本1054 一 依据目前的形势来看 比特币走势并不是太理想 比特币是最近几年才刚刚兴起的电子数字货币 比特币在2013年经历了该行业的第一次暴涨 经过这次暴涨之后 比特币走势开始几乎不定 2014年春天开始 比特币价格走势开始下降起来 波红彩 人称宝二爷 Vitangirl Fund的创始人 专门从事比特币和区块链领域的天使投资基金 有许多投资项目 深入参与整个比特币产业链的各个方面 积极在全球推广比特币业务 并将先进的国外比特币概念和公司发展模式引入中国 它是三 比特币在中国是不合法的 根据中国央行2013年12月5日发布的 《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的规定 比特币具有没有集中发行方 总量有限 使用不受地域限制和匿名性等四个主要特点 虽然比特币被称为货币 但由于其不是有次 2042 6月份比特币矿工总收入约为6.68亿美元 创2020年12月以来新低 7月2日消息 据大波数据 6月份比特币矿工总约为6.68亿美元 创2020年12月以来新低 此外 6月份以太坊矿工总收入为5.49亿美元 创2021年以来新低 215 从暴跌原因来看 01智库区块链研究总监 数字资产研究院研究员蒋赵生 告诉北京生报记者 比特币近期大跌主要是受外部因素影响 首先 以美中韩为代表的主权国家 正加强对加密 迫比产业的税收和监管利益 一定程度上引起投资者情绪 6.挖矿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 其实比特币挖矿的意思就是 通过适合比特币计算的硬件 然后来运行比特币的一些计算程序 如果计算对了 就获得相应的比特币 但是 这不是一个简单过程 首先它对配置的要求是很好的 普通的家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